在今天 我要跟大家讲个主题 是 把华丁的捷悟之道 每一本经典 都在开述我们 怎么样让我们 从佛陀的智慧 找到自己人生的休息方向 如果从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听了很多的佛法 我们觉悟了吗 你有觉悟吗 吃饭自己吃 才会饱 睡觉要自己睡 才会得到真正的福 可是苦呢 要自己受到人公表 佛要自己修 才会圆满 我们的业 要自己做 才会不断的 让我们有自负 不好的缘 也要靠我们 去如何把它进化 我们才能够延满我们 安乐的人生 我们今天呢 希望能够透过 法华经 佛陀的智慧 告诉我们 什么是法华经的 捷悟之道 佛教是人的宗教 因为佛 你用简单的字 一个人字旁 一个诗 就等同一个人 我静静的坐下来 慢慢的自我光照 从真心清静的行为里面 让我们人格能够达到竞争 敌战性 你就是佛 所以佛教是人的宗教 是每一个人 都要相信你自己的宗教 每一个人 都可以创造你人生的宗教 佛陀呢 他是一个教育家 八万四千法门 都在教育我们众生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度 所示着的各种的经典 也都是开示我们 如何能够觉悟 虽然经典的角度不一样 可是每一本经 都教我们怎么觉悟 人生的实相 平常大家宗族的普门题 也觉悟了吗 普门题里面 要告诉我们是什么 透过观音菩萨 各种的方便存在 我们能不能透过自己 念观音 求观音 拜观音 到自己做观音 你说金刚经的节目 都知道是什么 世间 没有一个可以带着走的 你觉得什么可以带着走啊 万般带不去 只有夜水深 金刚经是在教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 从世间到处世间法 我在行善的过程 我如何能够去除 我的我之身法 让我的智慧 能够达到真正的圆满 这就是金刚经的节目之道 佛陀的教育 任何经典都是一样 他为什么要教育我们 就像孩子 出生以后 慢慢的六岁七岁要进小学了 因为他必须要学习 人生的功课 我们进到佛门 我们要学习 佛陀智慧怎么了解人生 佛陀可以透过 各种的经典来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怎么对峙我们的烦恼 引导我们找出每一个人 适合你根基的修行法门 佛陀对各种不同的根基 都有不同的教化的方式 所以佛陀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教育家 那我们说 在觉悟的过程 大概有三个理念 任何一个经典 首先他要告诉我们的 是这一本经典 他基本的理论 观念在哪里 透过理论观念 告诉你 你怎么要透过这个观念 来实践 来修正自己的行为 还是慢慢呢 你可以透过修行的方法 开发你心中的智慧 任何一个经典 在觉悟的方法 层次上面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谈到 霍华经的节悟之道 在霍华经的教育的目标 他基本的思想核心 就是他的理论基础 就是他的四佛之间 为什么会有四佛之间 佛陀出现到人间 他主要的目的 是要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了解 如何成佛的观念 佛陀也视线给你看 我从人间修行 成到度化众生 乃记佛陀希望 他提出很多修行的方法 让大家都跟他一样 能够成就佛道 到最后呢 人人都能成佛 这就是法华经 最重要的一个思想的核心 叫做四佛之间 在四佛之间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 他的根底的一个条件 人人都有佛性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呢 一般的法语 有一句话呢 有一个诗句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佛在临山 莫眼求 临山只在 鲁心头 人人有个临山塔 好像临山塔下胸 临山就是你心中的佛性 你有看到你心中的佛性吗 我就举一个禅宗的例子说 狗有没有佛性啊 你说众生就有佛性 当然狗也有佛性 可是既然呢 狗有佛性 那为什么会做狗啊 我答案也写在后面了 因为他有夜市在 夜市呢 就是我们的行为 无名所造就的 这些环瑙祸 让我们轮回三界六道 如果从我们的角度说 为什么佛成佛了 我还没有成佛 因为我们呢 还有夜祸在 就是我们还有世间 很多的因缘还没有圆满 所以我们必须要圆满 世间的因缘 我们才能够集成佛道 当然有禅师说 狗有佛性吗 没有 现在众生都有佛性 为什么他没有佛性呢 他说他明知故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请问你要不要行佛啊 你要不要修行 不是只有学佛的人有佛性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的 这个时代呢 科技非常的发达 网络呢 各种的新闻 都非常的多元化 乃继呢 也可以了解很多 世界各地 叫做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们说曾经 这个韩国一个寺庙 它呢 养了一只猫 一般寺庙是没有在养猫的 可是有时候猫会自己跑来 生人呢 不忍心 猫猫赶不走 常常在寺庙 当然就会私死给它 一私死呢 猫就不走了 这只猫呢 就每天 就跟着生人 这生人在殿堂里面送金 它就在殿堂外 蹲着人们听 慢慢的听久了 只要听到沐医生 它就冲到了大殿的门口 它就等着呢 跟生人一起送金 几年过去 有一次 这个寺庙的香灯师 早上呢 到殿堂 开始呢 要燃香 要供水 这时候发现 这只猫 竟然死在呢 中间和尚的谱团下 他哪里为什么 不去死 已经要去死在佛殿 如果他没有佛性 任何一地方 他都可以去 不是吗 我们从很多的现象里面 就可以了解 或者说 众生间有佛性 其实是都有佛性 只是他应该说 在我们角度来说 叫灵性 他灵性有多少 狗当然也 非常灵敏的 我们说呢 早期 佛学院里有一只小黄 跟着师父 只要师父到哪里去开示 他就走到哪里 可是小黄是一只公狗 阳赛学院里面呢 学院理众学部都是 都是理众 但是他呢 非常守规矩的 他都知道 这个疗区 东上西上都是疗区 所以呢 他呢 看门的时候 他只会在四十坡的中间的二十坡 他会呢 很晚了 你去开会回来 他会送你 可是送到呢 西上 的门口 他就停止了 他绝对不会越局 我说几年前呢 嗯 这水路法会 曾经有一个义工 就跑来跟我说 老师 你认识小黄吗 我说认识啊 他呢 昨天晚上跑来告诉我 我说他还告诉你啊 他是一只狗 他说对啊 他说他在人间的狗 做得很好 所以他已经 转成人形了 我说他是这样子 告诉你吗 他说对啊 他就跟我说呢 他在活光山 做狗做得很好 所以他已经变成人了 已经转成人形了 所以他每一年都要参加法会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补一句 你不赶快去投胎 在那边游离干什么 然后他说老师 我哪有反应那么快 我只是想说他是狗 怎么变成人的样子 这样 我也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不是人有佛性而已 有勤势的众生 都有佛性 既然谈滑滑金的理论 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点 给大家学习滑滑金的思想 什么叫做诸法实相 而且看到这四个字好像好难 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经典里面 当他提到了十个 如是向性体力做 因言果报本末就近 你说老师 这个都是迷象 我们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 请问大家 你家中的兄弟姐妹 每个人像貌都一样吗 有没有一样 没有个性有没有一样 每个人体质有没有一样 每一个人呢 能够发挥的力量有没有一样 通通不一样哦 包括他的作为也不一样 那这个会牵扯到什么呢 牵扯到他过去的因不一样 过去的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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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会牵扯到 所以就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的相貌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体质 我们的能力 还有我们对外在的作为 都会跟你过去的因 缘 而产生现在的现象 是有关系的 那从一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人 相貌庄严 个性又非常好 又很有智慧 又非常好 很有善根 我们要庄严 我们要庄严一点 就要看我们今生 我们怎么做 《华华经》里面 佛陀是这很多的方便 在大圣经典里面 大概《华华经》是最好读的 他说了好多的批语 正直舍方便 他说了这么多的方便法 我们后面都会叙述 可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强化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就佛道 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这就是《华华经》 透过很多的批语 要我们了解 我们学佛的最后 的理想 就是要成就佛道 就是要完成你的人格 也许有人说 也许有人说 成佛很难 太虚大师说 人成及佛成 先把人做好 你人做好了 大概佛道就可以成就了 华华君的细品 可以看到 祭宋里面 他谈到很多的方便 因为诸佛菩萨要让你 能够进入佛道 他要施舍很多的方便前桥 若人散乱心 一心难魔佛 皆共成佛道 纵然呢 你在人间里面 只有一念 的善心 称念佛的名号 这样子的 小小的功德 佛陀就说 你都可以成就佛道 所以只要你有 这样子的心念 你长久持续下去 就可以成就佛道 曾经一个老和尚 从小的带一个沙咪 在山中修行 二十年过去了 小沙咪也长大了 成为一个比丘 山中的寺庙 本来呢 就远离人间的烟火 可是慢慢呢 地方开发了 慢慢很多的信徒 就上山了 寺庙就开始 有很多的信徒 上来朝拜 从山下来的信徒 就会带来很多 城市间的消息 告诉这个比丘 告诉那个老和尚 现在怎么样啊 现在怎么样啊 因为山中毕竟呢 远离城市 这个年轻人呢 心里就想 哇 这个花花世界 也既然有这么多啊 新奇的东西 信徒来的说一点 那个信徒来的又说一点 久久之 这个年轻的比丘 就很想啊 下山看看 就跟老和尚 就跟老和尚说 他可不可以下去啊 老和尚就跟他说 修行人 心怀三千大千四千 你下去了 你就不用上来了 这个年轻人呢 在修道的过程 总是没有办法去避免 他心中的好奇 隔了一阵子 很多的信徒就告诉他 哎呀 现在又增加什么东西啊 又增加什么东西啊 最后这个年轻的比丘 就跟着信徒下山的 下山以后 那老和尚呢 他也不会去找 这样子呢 十八年过去了 有一次这个年轻的比丘 回来了 就跟老和尚说 我现在呢 要重新修行 师父你可以收我吗 这个老和尚就说了 如果石桌上 可以长莲花 我就收你 佛桌是石桌的 石头的桌子 怎么可能长莲花 这个年轻人呢 当然已经变成中年人了 一听 师父不能原谅他 当然转头就做了 隔天 脑和尚起来 做早课 可是他竟然发现 石桌上真的长莲花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众生皆有佛性 佛从来没有舍弃任何一个人 我们希望我们 要爱惜自己 心中的佛性 华华经的教学方法 他非常的特殊 佛陀呢 就自己说 从 佛陀度化众生以来 我说 我说佛陀战境里面 佛陀离开呢 他的菩提树下 金刚座 往呢 陆远院 度化 吴比丘 最先说的法 就是三法印 四圣地 说的是身文跟原觉法 这时候佛陀要说 因为那时候已经佛陀都晚年了 佛陀就说了 我在人生里面呢 告诉大家的身文原觉的法 都是方便 我最主要是 要让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 那为了 来显示佛道 怎么能够成就 在华华经的后十四品 从呢 从第雍出品 第十五的后半品 开始 就进入呢 本门 后面叫做本门 他本身的正中分 佛陀要开始显示 我们众生都有佛性的法身智慧 而这个法身智慧 就是真理 如果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空性慧 华华经 他的主要的目的 是把他之前 佛陀之前所说的身文 言解 辟之佛 的法门 都告诉你 这个呢都是我 私设的方便 最后呢 是要让大家都能够成就佛道 这个教学方法 佛陀是非常厉害的 尤其在法和经 它本身呢 用了很多 不同的讲说的方式 那我们说法拉经 对特别的 就是他的层次上面 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法说 就是直接告诉你 真理的实相 他的对象呢 就是射利佛 那什么叫真理实相 我们呢 相信 我们很多的菩萨 都希望以后 能够往生 西方净土 对吗 那我如果告诉你说 阿弥陀经说的 十万亿佛土 在说佛世界的 十万亿佛土之外 他有一个 西方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发了四十八大愿 愿愿度众生 这是弥陀的方便前桥 那如果要从实相来说 请问净土在哪里 西方净土在哪里 其实真正告诉你的 实相来说 其实净土在你的心中 可是你如何在心中里面 创造自己的净土 极乐世界 师一得一 师食得食 阿弥陀经告诉你 不可少善根福的因缘 得生彼国 就是告诉你 你的心中 如果要成就净土 你必须要广修福德 你去到极乐世界 才能够失忆 得益 失食 得食 所以这些是要从你现在 在人间里面行到 才能够具足的 心灵的情境 就会广修 一切福德 当下就会圆满 你的净土的愿 所以真正的净土 事实上是在你的心中 我们如何弃除 心中的烦恼祸 而成就我们心中的净土 这就是所谓的死相 没有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真正西方极乐世界 是在你的心中 你的福德因缘 才会真正创出 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你要广修福德 我们有些老菩萨 不跟人来往 也不跟大众在一起 当然也很少到寺庙 他觉得我只管念佛就好 你确实很精进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会变成什么 很可能会到边地去 因为你在人间 都没有结缘 你怎么会有善知识呢 你在人间里面 都没有修福会 你在极乐世界 还是在极乐世界的边地 所以我们要去厘清楚 其实佛陀对于所谓的法说 是直接告诉你 我们的净土是要自己创造的 佛陀说的实相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你要从你心中来修 佛陀对于中根的声闻 他会举很多的辟语 我们后面会谈到的 华华经的七个辟语 辟语重不重要 很重要 有时候透过辟语 我们可以反省自己的根性 所以欧函经里面就讲到一个 佛陀辟语我们人的根性的辟语 他说有一种马 只要扬鞭 他就会跑 可是有一种马呢 这个鞭子必须碰到皮肤 他才会跑 可是呢第三种马呢 是鞭子要打到肉里面的 他才会跑 第四种马呢 要痛彻入骨 这个马才会跑 他是象征我们的人的四根根性 请问我们是哪一种啊 我们自己想一想 对于修学佛法的过程 其实最简单的 只有两个字 叫做因果 你非常相信因果吗 因果就是你的主人 华华经的 辟语书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呢 七种辟语 他所针对的 就是佛的大例子的四大声闻 另外呢 佛陀另外一种 叫做因言书 因为你众生的根性 有时候辟语书的 他还是不懂的 那不懂的怎么办呢 说佛陀他非常的 有智慧 他为了挤很多的因缘 我现在呢 挤佛的因缘 给你们听听看 佛陀呢 成佛 在修行的过程 他有一位非常大的善知识 你们知道是谁吗 佛陀修行的大善知识 就是提佛达度 后来提佛达度 虽然呢 成为佛的弟子 可是因为 他想领导生团 他的领袖意很强 所以有一次呢 他已经出去了 欧南呢 是他的弟弟 他就跟欧南说 欧南我明天要去见佛 欧南呢 就跟佛陀说 明天提佛达度 会来礼拜佛 佛陀呢 就只说了一句话 他不能侵犯如来生 欧南听不懂 结果 隔天 提佛达度来了 印度礼佛 是要礼佛主的 佛的脚啦 提佛达度呢 十个指头 全部都插上毒药 所以他礼佛的过程 他的指头 他希望呢 也碰到佛主 就是让佛陀中毒 可是当下呢 还没有碰到的时候 地上就裂开了 当下就堕入地狱 欧南呢 非常的难过 不断地哭 佛陀就跟欧南说 他受过果报之后 未来他还会成为 成为辟师佛的 这个欧南呢 为了跟他的哥哥 讲 你未来还有希望的 他怎么下去啊 就找木建林尊者 他说啊 他说木林尊者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带我到地狱去 他说你第一干什么 他说我要去见提佛达度 这个木建林尊者呢 就说 好吧 他用神通呢 带他下去 那第一呢 他就一直喊 提佛达度 提佛达度 这时候异族出来了 异族说啊 尊者啊 你找谁啊 他说我找提佛达度 这个异族就说了 你找哪一位佛的提佛达度啊 过去诸佛成佛 都有一位提佛达度 这时候 欧南尊者 弄了一下 哦 我要找释迦牟尼佛的提佛达度 当我们在学佛过程 也许信根不拒 福德因缘不够 佛达也常常会讲很多的因缘故事 让你了解 哦 原来是这样 而慢慢能够趋路佛道 这是所谓的因缘说 这是我们 在大乘经典里面 最有名的 《华华经》的七个评语 那这个七个评语呢 都有它的含义 佛达为什么要说 山车火宅玉 因为佛达要说呢 过去他说的法 是不是身文 原诀 辟之佛嘛 所以他要说 他呢 来到世间 然后他是一个大长者 结果他有很多的孩子 那个孩子呢 都在房子里面呢 玩 可是这个房子着火了 这个房子指的是 我们说佛师姐 这个着火了 这个佛陀呢 一直 要他们出来 可是每一个人呢 在那个房子里面呢 玩了都不愿意出来 那佛陀为了 要把孩子救出来 就说啦 你们出来吧 我外面呢 有洋车啊 路车啊 大满油车 很多的珍珠宝 也给你们啊 这个孩子听到 外面呢 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当然就冲出这个 佛宅 这个佛宅 就象征我们 说佛世间 你要离开 说佛世间的苦 所以佛陀呢 方便说了 身文 原解 跟辟之佛的法 可是说了以后呢 佛陀要告诉你 真正呢 是要让我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就佛道 这就是有名的 山 车 火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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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苦不苦啊 真的苦吗 有些人福报很好啊 我们呢 接触的过程 我发现世间真的很苦 世间的苦是你可以看到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你可以了解吗 尤其一家人四口 五口 这个里面呢 有人癌症 有人精神病 你身在这个家里面 你会不会担心啊 当然你也希望 家里面的人都能够得到安乐 可是只要有一个人病 我相信大家都不容易放下这个担子吧 所以人生也无畏的苦 太多了 有些呢 年纪轻轻 就忧郁症 从高中就要开始吃忧郁症的药 他才十几岁 要吃到什么时候啊 他难过 家里面的人也难过啊 所以我们怎么样 能够体会 世间的苦 让大家能够修学佛法的过程 让自己自在安乐一点 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得的佛法 能够帮助周边需要的众生 穷子欲 说的是我们的福性 他说呢 有一个呢 非常穷的人 到处乞讨 他的朋友呢 有一次遇到他了 就请他吃饭 在吃饭里面呢 这个穷子因为呢 吃得好 难得吃得太好了 就睡着了 这个朋友要离开 又不忍心 这一个穷子 这样子到处祈祷 就在他的衣服里面 就放了一颗珍珠 就离开了 可是隔了呢 一二十年 在路上 他又碰到 这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呢 就告诉他 你为什么还在乞讨啊 他说我 没有福 没有会啊 这个朋友说 我离开的时候 我不是在你的衣服里面 放了一颗珍珠吗 那个珍珠就够你生活了 他就说有吗 有吗 结果反观的时候 才慢慢发现 他衣服里面 确实有一颗珍珠 这个珍珠是什么 我每一个人的佛性 你要出离世间吗 要透过你心中的佛性来修 如果你懂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光明智慧 透过这一点的光明智慧的善念来修 你就可以处理世间的烦恼 但我们世间的烦恼太多了 你说我烦恼来的时候 我请问你意思是什么 你意思是什么 靠人会老 靠山会倒 对不对 那你要靠什么 靠自己最好 那你 如果你心中没有主 没有医子 你有办法靠自己吗 你自己都很茫然 对不对 就像我们一个老仆 他非常可爱 竟然问我说 师父啊 我突然想到 这个我们如果往生的时候 家中会有牌位 然后呢 这个 埋葬的地方 等下土葬啊 火葬的地方啊 谷位的地方 也会有放 那我们那时候呢 是要住在哪里啊 是要住在家里的牌位呢 还是住在谷位的上面啊 我说啊 你要往生净土 你干嘛住在人间 你现在不是在修的吗 他说是啊 我说 现在既然你在修 你就往生净土就好了 师父啊 那个子孙会给我拜啊 我说我知道啊 但是他们如果给你上香的时候 你再下来就好了 不是吗 你要天天在这边吗 我说五着二四的浊气很重 你平常可以住在净土里面 等到他们真的需要你 跟你上个香祭拜的时候 你怀念他一些 你再下来就好了 我们说呢 如果我们懂得心中的主 你人生的方向有个目标 我相信你处处就不会迷 佛性就是你最大的意志 佛陀说法 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是吗 所以佛陀呢 在药草一瓶里面就说 一样的雨下下来 当然有草啊 草有小草 中草大草 对不对 有小树大树 请问你是哪一棵树啊 就是我们听闻佛法的当下 你能够相信体会多少 那就是我们的根基 但是每一个人呢 随你的因缘 不管听多少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路道的 不是呢 我要懂得很多 我才能够成就佛道 很多的学者不是很有学问吗 他不是懂得佛学比你还要多吗 那为什么早期 会有国学大师 要去皈依广亲老和尚 因为文字的东西 永远都是文字 它不能成为我们心中的医子 我们不要做佛学的收藏家 我听闻很多的佛法 我了解很多的经论 这些思想概念 它是要让你用的 让你在生活上面实践的 我们不是用佛法来修正自己 才是真正的修行 所以佛头告诉我们 你听闻多说佛法来修正在佛法 我刚才说的佛头在法瓦经里面 一直强调着 我过去说的身文言诀 辟之佛的法都是方便 就像我们从高雄 到了中部的福山寺 中间有经过很多的休息站 对不对 假设我的目的地是福山寺 可是我中间的休息站 是我暂时休息的地方 这佛头就说 我所说的身文言诀 跟辟之佛的法 是怕众生 一开始学习佛道的过程 会显得 哎呀成佛那么遥远 我就干脆不要成佛了 这佛头就施设 一些方便 休息站了 路途太遥远了 没有关系 你中间休息一下再出发 可是呢 你既然已经呢 正得身文言诀 辟之佛 要知道你最终的目的 是要成就佛道 就像我们所有 未来要往生西方净土的联勇 你可以知道吗 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我们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你到西方净土的世界做什么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我呢 要往生西方净土的世界 所有净土里面呢 西方净土是最庄严的 所有诸佛的愿力 迷途的愿力最广大 试试的方便最多 可是不要忘记哦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到上品上身 它有九品 上品上身 那时候才能够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以后呢 才能够误入无声法人 误入法人以后 要干什么 要趁愿再来人间 是要来人间成就佛道的 上品上身 等同菩萨道的不动地 第八地的不动地 以后面还有 第九 第十 上位地跟法云地 还有等觉 妙觉 你要把这些为细祸 到人间来断 才能够真正成就佛道 所以是让你去西方净土 有一个好的因缘环境 慢慢修 最后呢 你正得无声法人 不会退转了 才能够到人间 来成就佛道的 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 所以在西方极的世界的修行 其实它也是方便 这就是化成欲 告诉我们的重点 身闻缘结辟师佛 都是中间的修习站 真正的佛道是要成佛的 另外呢 我们说依诸欲 跟穷行欲是很相似的 我每一个人呢 心中都有佛性 只是你发现了佛性在哪里啊 佛性呢 行住坐卧 都跟你在一起 你有感觉你有佛性吗 好了 我们用简单的 禅宗的一句说 请问佛在哪里啊 佛在十字街头 佛为什么跑到十字街头呢 我们的念头会不会散念恶念啊 因为呢 你的念头在善恶之间 如果能够抉择 如果能够抉择 往善的 你的佛性就开发了 往恶的呢 当然很可能三界六道 就跟你有缘了 所以佛性呢 其实在你的善恶 念头之间 我们如果能够念念都真念 你的佛性呢 就处处能够显发 佛陀呢 又说了一个 吉诸玉 吉诸玉呢 意思就是 佛陀耶稣涅盘了 我呢 把最好的 就留给你们 当然 在经理里面呢 他就形容说呢 这个一个将军啊 带很多的兵将出去 好不容易呢 战胜啊 他非常的欢喜 所以把平常呢 他的 顶头上面的吉诸 就是那个帽子上面啊 有一颗非常重要的 非常高贵的那个吉诸 送出来给他们 也就相信 佛陀要说呢 你在修学佛道的过程 其实最后开发的 就是你心中的佛性 你说你为什么要行佛 你为什么要行三好 你为什么要行四给 我会是透过三好四给 来弃除我们心中的灰尘 烦恼后 等到你这个镜子的灰尘 擦掉了 你心中福性的智慧 就会越来越显发了 所以佛陀 最后的路涅槃的说法 法华经里面 他就一直强化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佛陀要输入这么多 人家圣经只有一本 可是佛经有三藏十二部 会不会太多了 我们一辈子也不会翻这么多 那是因为适应众生的根基 当然不是你每一本都要看 而是你能不能从 你的根基里面找到 适合你相应的法门 我们说一门 能够修学通达 你就可以集成佛道 所以佛陀说这么多法门 就像下面那句话说的 佛说一切法 未知一切心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你说我们的法门里面 你们所学习会少吗 不会的 只是我们比较不会用 因为我们都放在口袋里面 你说你平常有送十小座吗 有吗 你有送心经吗 你了解普门品吗 你送欧密头经吗 我相信有些比较深的菩萨呢 这些在普通的经典里都有送辞过 可是呢 你会知道它的用吗 假设我们只讲十小座就好 十小座的第一个是什么 大悲壮 你可以知道大悲壮的用吗 它的用是非常广泛的 好 我们就好了 我们呢 从十小座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一个 心经对不对 那你说你每一个咒语都知道它的用吗 每个咒语有它的对峙的作用 如果你能够了解 我相信你生活上面 一到的困境就很容易解决了 就是我们学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会用 所以好像呢 我们必须要学很多 其实不是 而是我们呢 在学习过程 不管经典也好 符号也好 咒语也好 它都是对峙我们人生里面 很多的烦恼病 所以只要一门 你就可以通了 所以佛陀呢 就说呢 他讲佛性 讲各种的菩萨的刑法 其实呢 就是对峙我们众生的毛病 那《法华经》里面 有很多菩萨 它的一个学习典范 那我们呢 把《法华经》的菩萨的典范 我们举出来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释迦牟尼佛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了 你有归意吗 我相信呢 如果你不认识 释迦牟尼佛的人 要重新认识 因为释迦牟尼佛 跟我们一样 在人界出生 人界修行 人界成佛 人界度众生 所以我们用现在的语句说呢 他的逻辑能力非常好 来自他的经营能力也非常好 所以他懂得 用什么方式度不同类的众生 所以他是我们最佳的学习典范 不过他的法门里面呢 我们恐怕要知道一点 大家去过 虎光山的大雄宝殿吗 大雄宝殿有三尊佛 对不对 中间呢 释迦牟尼佛 有一边呢 东方的要师佛 一边呢 就是西方的欧弥陀佛 那我请问大家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坐中间 知道吗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坐中间 因为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 另外呢 一个代表是东方的流离 净土 要师佛 他的行愿是满足我们人生 所有的愿力 弃除我们人生所有的苦难的 西方的极乐世界 代表的是未来的世界 希望我们透过人间的修行 人人人都可以往生 非常庄严殊胜的西方净土 可是中间的释迦牟尼佛干什么啊 他代表的是 在人间行道 生死如一 就像大师说的 我苦不以为苦 做不以为做 修不以为修 这就是世家的智慧 你说哎呀那太难了 那我们换一个好了 换一个观音 这个观音呢 实在太忙了 就像那个Seven一样 二十四小时服务的 不管国际国外 国内外呢 他是通的 所以观音的像 大概九成都是站着 因为他来不及坐 他也没有时间坐 他要散播的 是他的慈悲的观念 我们要对自己慈悲 我们也要对别人慈悲 可是如何对自己慈悲呢 要帮助自己 解除自己心中的苦难跟烦恼 我们要让自己欢喜 那就是对你自己慈悲 所以不要把 别人的烦恼放在身上 也不要看到别人的烦恼 用别人的烦恼来处罚自己 那就是你对你自己慈悲 你要越好 当然要对自己好 你懂得对自己慈悲的人 你才懂得对别人如何慈悲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说 你呢 念观音 求观音 拜观音 你要学习自己要做观音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呢 观音菩萨的慈悲 加持我们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帮助自己 解除自己心中的苦难 同时也能够呢 透过我们心中的慈悲的智慧 帮助周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另外一个呢 他也很简单 常不亲菩萨 我不敢亲事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他尊重所有人等 尊重很重要哦 因为我们的一句话 我们的一个语言 一个脸色 也很容易让别人起烦恼啊 你说呢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人世之间 就是因为口验 因为一个表情 就会有是非 对吗 如果我们懂得尊重别人 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好 我不敢亲事如等 如等皆当作佛 我觉得那个尊重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尊重呢 还包括呢 不是人的尊重而已 而是对所有一切 包括动物也好 包括你使用的东西也好 因为像桌子椅子 他也有生命啊 因为他也会有 生住一面嘛 沉住坏空 当然我知道呢 用久了当然他会坏 可是你能不能保持 他的一个最高的年限 你的喜福 其实就是 我们的一种尊重 就像我们的走路啊 我们的开门啊 你要不要尊重一下 我们周边还有其他的人 所以我开门的声音 我走路的音声 我可不可以捡到最低 那就是一种尊重 就像说啊 我们最平常的行为 我们上个进房 我要离开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 你投篮有没有投准 为什么 我们希望呢 我们给别人的 是一个亲近的 好的地方的使用 因为呢 你进去你也不希望 看到不好的吧 对不对 看到污秽的 那同时呢 我们能为什么不能让自己 在每个行为上下 我们也尊重别人 时时观照自己 让别人看了 他也很欢喜 我说这就是一个尊重的理念 所以我们希望啊 我们也能够学 常不清菩萨 人人都懂得尊重 龙女 花花经的八岁的龙女 她就成就活到了 你说哇八岁 实在太厉害了 尤其我们呢 活到这一把年纪了 不知道误了多少 人家八岁就成就活到 可是呢 这个八岁的龙女 她过去是很有善根的 就像呢 现在呢 我们呢 在我们的生活区域里面呢 我们很多的菩萨们 都很有善根 所以呢 他们呢 孩子呢 媳妇 女儿 怀孕对不对 就会开始来求 开始呢 哎呀 送普文品啊 送钥匙金啊 有些人很喜欢送地藏金啊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希望呢 可以让呢 母子能够平安 能够让他们呢 母子都能够姻缘很好 所以现在有些孩子 是非常聪明的 非常有智慧的 因为他是求来的 他不是因为你的业力而来的 我们成为一个 六岁的小男孩 他那寺庙里面呢 常常 这个妈妈就会带他 参加佛妻 久而久之呢 他回去 自己就会做法会 再拿一个那个 牛奶罐 自己敲 自己念佛 才六岁而已 那你说 我们有很多人 第一次到佛门 他也不信佛 他也许呢 连佛都不拜 连佛呢 他都不会挤养的 可是你看六岁的孩子 他看到佛教会自己离拜 自己合掌 学完佛号回去 自己会自己做导晚科 不是八岁农女啊 而是我们现今 所有的 菩萨们 有很多为了下一代 在佛的修持法门里面 都希望把好的姻缘 留给后代 应该说留智慧给后代 就像农女一样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啊 以后呢 能不能让你的孩子呢 越来越好 要让他们学佛 另外呢 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个多宝佛 就是后援部队 释迦摩尼佛说 法华经 这个多宝佛呢 从多宝佛塔来到人间 这个多宝佛塔不是开了吗 然后让了伴坐 请释迦摩尼佛坐嘛 所以多宝佛呢 他就说呢 我是因为呢 这个释迦摩尼佛说 法华经 我也要来证明 法华经的书胜 所以我才来到人间 我们所有的义工菩萨 帮忙到场 成就佛事 其实你就是最佳的 佛员部队 每一个人呢 都是多宝佛 希望呢 我们也可以 在日常生活里面 只要哪些地方需要 都是我们服务的地方 服务的道场 因为我们要学习多宝佛 付持所有众生 妙庄元王菩萨的学佛 这个跟大家是有关系的 妙庄元王呢 他的孩子呢 非常厉害的 还有神通 可是呢 这个妙庄元王是一个外道 所以他的母亲呢 就跟他说呢 哎呀你要出家啊 你要去说服你父亲 他怎么说服他呢 因为他有神通 他就一下子呢 变化大声 大的声像了 小的声像 身上出火 等一下身上出水 在这个妙庄元王就发现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的师父是谁啊 他说呢 我要归姻 跟释迦摩尼佛出家 妙庄元王就说 那你带我去带我去 他见了佛陀以后 听闻佛陀的法 最后呢 他的王位也不要了 因为他也要跟佛陀出家了 这个象征什么呢 我们来学佛的过程 你要不要透过你的姻缘 渡家里面的人啊 你要学习渡人耶 渡你家里面的父母 渡你家中的亲属 法会道的你为什么要召见 过去的累绝的父母 历代的祖先 过去他们没有学佛的 我们希望我们要透过 我今生的羞耻召见的法会 也让他们能够共成佛道 就是妙庄元王 他的学佛告诉我们的观念 所以人世间不是你一个人 就像有人问 我自己一个人吃素吃得很好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归一 我呢 也吃素啊 我一定要受五戒吗 那五呢 吃素也吃很久了 一定要受菩萨戒吗 你们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自利跟利他有没有一样 这四个字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哦 自利是自利 利他自利他哦 可是呢 当你吃素 你愿意来归一 你家里面的人 就会因为你的归一 跟你的吃素 多少会受到庇佑 我们应该讲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啊 吃了三年的素食 吃吃吃吃呢 吃到最后觉得 一样吃素嘛 可是越来呢 觉得没有味道 看到别人吃荤呢 慢慢的也想吃荤 就慢慢不想吃素了 哎 那天晚上啊 父法神就来了 父法神就说某某人啊 我跟你说啊 你不吃素啦 那你呢 你功德可以卖出去 就是你吃素的功德 可以卖出去 他说我可以卖出去啊 他说对啊 你可以卖出去啊 有一个人需要 反正呢 过两天我有人找你 你再卖出去好了 他醒过来 哎呀原来我吃了三年的素 还可以卖功德啊 隔了两天 有一个人呢 就来找他了 因为呢 这个人在墓镜里面 那个父法也跟他说了 某某人啊 你呢 有一个大灾难 不过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不然呢 这个大灾难 你是逃不过的 嗯 也许呢 逃不过一个月 某某人啊 你们村庄那个某某人 他呢 吃素三年的功德 你去把它买回来 然后赶快呢 写一个文书 做回向 你就可以啊 跳过这个绝 然后这个人呢 当然各两天都要找他了 他说某某人啊 听说你吃素出了三年 他说是啊 那你三年的功德卖给我了 他说可以啊 好十两 然后赶快 他就写一个文书 让他盖章 确定了你的三年的吃素功德 是卖给我的哦 有贫有正 然后那个人写完以后 赶快跑了 当天晚上呢 这个卖三年呢 吃素的功德的人 那个副法神就来了 他说某某人啊 你卖了三年的功德 本来你还有三年的寿命 可是呢 很遗憾你卖出去了 恐怕呢 你今年是逃不过 你的天命了 哎隔天啊 他想不行啊 那我要去要回来 可是那一个人呢 他本身 不是已经签章了吗 写了对不对 当天回去他赶快呢 去那个城隍庙 赶快去告诉城隍 这个呢 就是我买的 某某人卖给我了 我就是依这样的功德 回向啊 这个文书也烧了 隔天呢 那个人来要 他说对不起 我已经烧了 给城隍了 当然后来 这个人呢 因为 三年吃素的功德 就跳过那个灾难 可是另外呢 那个三年吃素的功德呢 卖了以后呢 真的没有多久 就暴毙了 我们说 你任何修持 跟你家里面的人 其实息息相关的 你多行善事 他们呢 就会多一点平安顺遂 这就是 我们说 学佛的过程 大家是 复 为 复持的 普贤 在法华经的最后 他就说了 如果有人呢 愿意修持法华经 他愿意来复持他 你说普贤菩萨在哪里呢 四大菩萨里面呢 我想普贤菩萨呢 念他名号的很少啦 大概呢 只要有名的是谁啊 观音 另外一个呢 下个月快到了 对不对 我们的幽民教主 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 思维里面 大概这两个是最有名的 当然有一个呢 过年的时候 比较特别有名 过年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都要去拜文书 年头要求智慧 所以文书呢 在年头的时候 也会有人去礼拜他 可是普贤啊 感觉呢 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事实上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在人间的行道 其实都是相互印普贤的行愿 你愿意修持的人 你就相应普贤菩萨的一分的行愿 不是普贤菩萨 没有现身 而是你的行愿 本身就是跟他相应的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能够学习啊 这些菩萨的行愿 当然另外呢 我们在生活上的修持 因为既然要觉悟嘛 在华经里面 安乐行病的第十四 他有所谓的四安乐行 那这个四安乐行 我觉得可以配合 这个大师的三好 身做好事 口说好话 意存好心 这个很重要耶 当然《华华经》里面呢 这个是《华华经》的戒律 在身相上面 你有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口页上面有哪些可以说 哪些不可以说 他把你规范的非常的清楚 包括你的意念呢 你哪些可以想 哪些不可以想 他是规范的很清楚的 如果能够把 《华华经》的一个 四个安乐行 配合呢 大师的三好 哇 你是人间最高级的菩萨 最有智慧的菩萨 因为你懂得智力之外 还懂得利他 这就是生活上的羞耻 《华华经》影响了天台中的教义思想 跟天台中的创业 那谈到的一个佛性 我相信呢 我们呢 也可以从天台的教理里面 慢慢的去理解自己 佛性的层次 那六记佛呢 这是就六个了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好 我们从礼记来说 什么叫做礼记啊 不管你学佛不学佛 只要你在众生有情事 的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就是本来就记住着佛性 只看你要不要修而已嘛 所以叫做礼记 你本来就是有的 只是要看你要不要修啊 好 我们呢 第二个叫做明字句 这个明字句是 我们在了解佛性 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 不同的经典 去了解 原来众生皆有佛性 你从哪一个经典都可以 滑滑菌是 比较光明面的 滑岩金呢 什么时候会出现佛性 你要等到呢 菩萨的实地之后 你的等觉妙觉 修行到那个层次了 如来出现品 这个如来出现品 不是外在的 释迦牟尼佛的出现 而是你内在的佛性的出现 那时候是完全的显发 所以我们呢 是靠经典不同的教育 来开发我们内在的佛性 你懂得一分 就会开发一分的佛性 所以一经解义 我们透过经典里面 怎么去了解我们佛性的存在 还有观行记 我们说你懂不懂的 从经典上面去了解 它的觉悟之道 什么的觉悟之道啊 我刚才说很简单 每个经典它没有所谓的 高低贵进 门门都可以进入佛道 我念观音 我以后也可以成就佛道啊 我念佛 我以后可以成就佛道啊 我行善 回向 布施众生 我都可以成就佛道 当来下身明乐尊佛 他的重点是他的慈心三昧 我用慈悲心 对待一切的众生 我都给人欢喜 给人信心 你以后也可以成就佛道 这叫做观行记 我透过我的修行 可以慢慢的 去除我的烦恼 慢慢聚聚我的福德智慧 所以这个见佛得佛 是看到你的佛性 然后乃至于呢 你可以掌握你的心性 让你每一个行为心念 都可以去向正念 去向善的 相似记 这个慢慢有点功夫的了 就懂得我们在心念上的观照了 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对不对 我们现在究竟是众生呢 还是菩萨呢 就看我们的心念 你能不能在每一个心念当下 你要起的时候 马上就知道 哪些心念可以起 哪些心念不可以起 成为一个寺庙的老和尚 在黄昏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 大概要死过后了 他就在那寺庙的那个广场 惊醒 就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跑过去 可是因为黄昏 已经天色非常的暗了 这个老和尚就发现了 哎呦 这个年轻人的后面 跟了一堆的黑影 可是已经跑过去了 跑过去呢 大概隔了一阵子 那个年轻人啊 就走到寺庙里面来了 那个年轻人呢 就随头上去 那老和尚就看到 年轻人啊 你怎么这么无精打采啊 这么失忆啊 他说师父啊 不瞒你说啊 我在外面工作了几年 我的所有的 得到的积蓄 要拿回家过年 可是我的朋友 全部把我拐走了 一毛钱都没有留给我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家 我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刚才是拿一把刀 要杀他的父母 杀他的妻子的 可是到了门口呢 就想 欠我呢 是我的朋友 不是他的父母 妻子 儿女啊 所以呢 我又放下来了 我又呢 不忍心 可是我不知道 我怎么回家 我什么都没有 几年的生活 都没有了 这老和尚呢 他后面那个十几个黑影不见了 老和尚就跟他说了 哦原来呢 你起的心念 刚才你要杀人啊 你知道吗 你后面一堆的黑影跟着你啊 可是你现在呢 一念的善心 后面的黑影不见了 老和尚就跟他说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 没有关心你从头来 我可以借你一笔钱 你重新来过 以后你赚的钱再还给我 我们一念的善心 会引来你的福德 一念的恶念 也会招感 你的烦恼的业火 所以菩萨要不要 注意自己的心念啊 这就是我们的相似剂 我们的念头呢 前念才起 我就知道 哪些该想 哪些不该想 我是必须要自己 要去衡量的 慢慢的 当然你会发现呢 烦恼放下一点啊 执着放下一点啊 心中欢喜啊 自在啦 会越来越自在 越来越放下 那个就是所谓的分正记 人修行的佛法的过程 不是要让你欢喜自在吗 如果你学佛呢 还是呢 跟故具一样苦苦恼恼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审思 我学佛是不是观念错误的 行为错误的 或者做法错误的 我们希望我们 越学 佛的过程是 越有智慧的 到了旧禁忌 当然是一个 成就佛道的时候了 本身呢 你会懂得 人世间 必须要放下我职 不要有我的存在 我融入大众的里面 我跟大家一起 共成佛事 别人是我很好的姻缘 众生 是菩萨的资粮 众生的烦恼 就是菩萨 转智慧的关键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可以通过修学佛法的过程 慢慢能够去除我们的五直跟法直 得到内心真正的自在 最后呢 既然是讲觉悟嘛 这四点呢 是师父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好好学习 学佛的宗旨 是要启发心智的 所以你学佛呢 从过去到现在 你有发现你有进步的吗 心内的烦恼有少一点吗 有放下一点吗 执走有弃除一点吗 这个就是 我们自己本身要去看 自己 我在学佛过程 我们又 透过佛法 来慢慢自我进化 很重要哦 因为你如果学佛 没有办法进化自己 你最后还是会被烦恼所迁 对境还会声明 所以呢 有些人就说呢 哎呀 法师啊 我学了很多的佛法 为什么我一到烦恼的时候呢 我还是被进转啊 因为我们平常思维佛法 太少了 所以没有力量 所听闻的佛法 都是明言种子 它没有办法成为业种子 当然就不能成为你的力量 所以要去思维 要去实践 才能成为心中的智慧 还有呢 折法的要诀 在于适机而修 每一个人跟经不一样 别人修学的法门 不一定是你的 你要自己找出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些人喜欢禅修 可是有些人喜欢念佛啊 可是有些人喜欢做义工啊 有些人喜欢诵经啊 每个人因缘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用看别人 我们要找出自己相应的法门 你适合哪一门 哪一个菩萨 就像有人说呢 老师啊 我不习惯念阿弥陀佛 可是呢 我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呢 我也不习惯呢 念释迦牟尼佛 我喜欢念地藏王菩萨 可以吗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所有诸佛菩萨的功德法句 是一样的 只要跟你相应 你就必然能够得度 那就是你的因缘 跟你的根基 断习的基础在生活习惯 你要对断除你的烦恼习气吗 那从日常生活开始 我们的讲话 我们的做事 我们待人处事 是不是都是习惯 你如果我们的习惯不改 这些烦恼习气还会跟着你啊 所以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 慢慢透过佛法来进化 虽然每一个人呢 个性不一样 比方说有些人呢 神经会多好几条 就是多愁善感啊 但有些人呢 又少一条筋 就是他很执心 可是呢 很多事情又想得不圆满 可是我觉得 每一个人本来就会有 不圆满的地方 但是在修学佛法过程 都会开智慧的 只要你懂得 我从日常生活里面 去慢慢断除自己的烦恼 断除自己的习气 去改变自己 你就会进步了 修行目的呢 在于完成人格 什么叫做修行呢 修正我们的行为 不是呢 我坐在那边呢 念佛啊 诵经啊 拜佛才去修行 其实不是的 我透过外在的 这些的修持 我能不能帮助自己 内心的进化 帮助自己烦恼的去除 帮助自己习惯上面呢 不好的习惯的改变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 佛光会议的四季剧 我相信大家都会背啊 那四季剧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怎么修行 那我们希望呢 我每一个人 在日常生活里面 都可以关照自己的心念 然后呢 透过佛法的角度 提升自己的思想 也透过呢 我们对佛法的领悟 在修行上面 更懂得 找出自己的方向目标 最重要的 当然透过这些的观念 要找出自己的觉悟之道 因为人生 是要自己创造的 未来的净土 是要自己修的 我们希望呢 所有的菩萨 都能够完成你 未来你想要去的 西方南方北方上方 都是一样的 净土 更重要的 我们要先成就 我们现今的人间净土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华经的节目之道 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也祝福大家 都能够福得智慧 增长 让大家在生活上面 处处都是自在的智慧 那最后呢 我希望呢 请所有的菩萨 我们一起来坐 回向 大家起立 慈悲喜舍遍法界 祈福结缘利人天 禅境界恨平等人 惭愧感恩大怨心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永本法师 为大众禅室 法华君与行菩萨道的 观念与意涵 原来只要我们 落实三好 试给注重环保 习乎吃食